穿著恐龍裝討簽名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大年初六 跟高雄人拔鋼琴 累積人氣更要增強實力 否則2024很可能被消失在藍綠對抗中 綠營認為明年總統大選 新北市長侯友宜才是最大敵人 柯文哲充其量只是配角不需理會 讓已經在暖身的柯文哲 先面臨邊緣化危機 再加上他的競選團隊也有人才慌 過去身邊的幕僚一一出走 幾乎分手後都沒好話 正當外界看柯文哲陷入 眾叛親離的窘境時 前北市副市長鄧佳基 陪同走訪高雄宮廟 柯文哲請吃飯答謝 柯文哲嚴覽鄧佳基 加入自己的新故鄉智庫協會 這單位除了前臺聯主席蘇靖強 鄧佳基也幫忙操刀 國政白皮書將負責選戰議題 政見等堪稱柯文哲的智囊團 但去年首度市長選舉 鄧佳基幫國民黨蔣萬安站台 過去被請辭給黃珊珊 接副市長的嫌隙一度扶上台面 如今兩人都要幫柯文哲選2024 能跨過心理納道坎嗎 其實他們都能夠理解跟體諒 彼此在不同位置跟時期做的任何的選擇 不會因為這個一時的選舉而影響這20幾年來的交情 對內有老同事送暖幫助打天下 柯文哲對外要想辦法刷存在感 證明自己這一站仍有十足破壞力 TVBS新聞 吳慧妍 李平 台北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